新型野战斜行装具 亮相高原演兵场 冬日清晨 一阵急促哨音 打破了某高原驻训场的宁静 新疆军区某师指挥连纹领而动 快速完成出动准备 迎着朝阳 连队官兵背上新型野战斜行碑囊 向数十公里外指定地狱行军 指挥连连长邓义介绍 该新型野战斜行碑囊 今年上半年配发到高原部队 主要由战术背心 突击背包 生活碑囊 前运包和功能副包等 二十多个模块组成 官兵可根据任务类型 作战岗位 自行调整和搭配组件 更好地满足了部队 遂行多样化任务需要 背囊与腰部结合处 还增加了软电 不仅背起来轻松 还能保护腰椎 单兵携带的物资也更多了 呼发不久 指挥连就接到导调组通报 前方有不明黄色烟雾 上等兵流利说 行至海拔五千一百多米路段 天空乌云密布 官兵从背囊侧带拿出雨衣 还从生活背囊底部掏出防雨罩 大雨中 官兵行军基本不受影响 正义感慨到 就背囊里没有配备专门的防雨罩 连队行至一处山谷 呼遭意外敌情 他告诉记者 行军过程中遇到爬山越岭等情况 取出防弹层后更便于激动 记者看到 金型战术背心设有标准接 能与功能副包配合使用 斜行稳固 取放快捷 背心前后片均设计口袋 能快速加装软制防弹层 和硬制防弹插板 背心增强了穿着的舒适性 灵活性及贴核心 具有躯干主体防护 侧腰粘贴连接固定 钢丝绳块托等诸多新特点 官兵立即从突击背包中 取出弓兵枪 构筑单兵掩体